一顆顆石頭從山坡滾下來 花蓮強震之後距今餘震不斷 1號上午5點35分 花蓮發生規模4.4極潛層地震 類型產業道路一顆巨大落石 直接擋住通行路段 整陽甚至還靠近中央山脈 我們這次地震來講 一直在關注說 它旁邊的中央山脈斷層 引發的地震 或是在東邊那邊的 海底的那個隱墨帶的地震 我們都在關注 高山醫學醫師王世豪坦言 這已經是他最不想看見的情況 近期台灣地殼環境非常不穩定 因此今年10月雨季結束之前 它都會盡量不去爬高山 因為大量降雨 碎石潑面就會變得非常不穩定 即便雨後放晴 下一秒也可能會發生巨大崩塌 再加上高山連外道路崩塌 即便搶通路況仍然就不穩定 實在不適合進入 台灣的雨季 大概從5月開始進入沒雨季 6月7月就開始會有 午後雷震雨跟颱風 有可能會造成一些崩塌 日山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 和泰魯閣國家公園 都紛紛在臉書呼籲民眾 提高警覺 暫緩登山活動 喜歡登山的觀眾朋友 半年之內還是要多觀察 餘震及天氣狀況 記者曾偉翔 中正嫻 余盛行草 問您綜合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回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颱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